大家好,我是Michael 我今天提一個案子 原則上是跟除媒計劃有關 我們今天除媒計劃的人員都在現場 有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是專門做新聞手機的一個APP 是專門做一個投票之類的東西 我先解釋一下 新聞要卡一些留言 我們的任務會比較是分析這部分 為什麼要叫工程師 跟前面那位子姓王有一樣 他是美術工程師 同樣單位是比較好判算的 小學都學路 我們後台很難看 有一個編輯部門來成立 我們會監看所有訊息的傳遞 所有的新聞媒體的吃喝拿撒碎 都在我們的店前監看 那個又不需要設計師 譬如像這一張 新聞 然後留言 他發十萬太便宜了 然後這個 這個剛剛前幾天你們也知道的 然後 然後這重點是那個 所有的訊息在傳遞 下面是影片 新聞影片 上面是一個社群網站 那個data是一個互相交流跟儲存的 然後找出關聯性 不好意思我講很快 然後這個演講 我暫停幾秒鐘 還蠻重要的 那應該是MIT 那所以那個 我要講就是說 他們是航空母艦 我們是那個叫花子乞丐 不過我們也要做一樣的事情 那就是那個有顏色染料 那這是概念 那就是說有各種顏色 大家知道 那很簡單 小學 那我們就這樣子 所以 所以新聞就是染料 在我們社會中 會染各種顏色出現 我們就要去判斷這個問題 那我們的open 我們的data 不叫open 我們的data的收集 是那個人類的語言 就是阿拉伯說是 比較有一點的開義 那種 就這樣子 謝謝各位